我们看到在玉红的小本上 其实有很多名字 有一些熟悉的 也有一些陌生的 但是有一个人的名字 我估计他不一定会写在这个本子里 甚至说 对 甚至说他应该没有写在这个本上 是吗 玉红 对 我想就是因为他曾经背着玉红 才让玉红内心地决定 要用自己的双手道立行走 这位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了 我们掌声欢迎他 来 慢点 多请您 老师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我是玉红的来来 我叫李国香 奶奶您今年多大 62了 62 62了 这次欢迎您 欢迎欢迎 奶奶您平时都会做些什么事啊 平时就在屋头住庄稼 就是上坡嘛 种包裹 种花生 我们 我的土地 多分土地 就是我住 我的生产又得了病 他们可以打过 我的屋头 这样打过 狗田 都是我 全是我 我的 他一一 在那没关 三十六岁痛 四十六岁就四十八岁寄了 已经寄了十五年了 今次我干活了 那您这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晚上几点睡啊 我是十二点 十二点钟还是睡了嘛 五点钟就起床 那个时候 他们还小 我起来 把早饭煮好 那个时候 他们还留 还不大留的 我们吃天亮饭上坡 即使猪红烧黑楼 会猪红烧为主 奶奶这个平时的生活是 每天的休息只有五个小时 对 大概十八到十九个小时 劳动为了一家人 除了这个孙子 还有儿子 还有一全家人 您觉得累嘛 累嘛 学好嘛 回来吃饭呀 你真的 珍贵也没吃饭 要休息好嘛 奶奶平时休息 就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下 我觉得这个好质朴啊 其实就是没有时间休息 吃饭就算休息了 但是我认为奶奶最了不起的 最不容易的是 面对一个孙子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坚持让他去上学 说实话 用了四年的时间 背了五千公里 也很熟啊 你当时为啥子 一定要背他去上学了 因为我知道在农村 很多这样的孩子 就不上学了 对啊 有一些还不是父亲 你说 那人你那么累呢 有个孙子得病嘛 你不倒嘛 你就不要送他去 都说嘛 哎呀 我说人生一样当中 他要生活以后 他的生活怎么起来就找我 我们死了 我说没在了 他又他生活没得 那个看到 我说要坚持送他去读书 要做活了 就奶奶说的是这样的 她说 如果我们今后不在了 这个孩子怎么办 嗯 所以一定要送他去读书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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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